长照2.0即将上路 卫福部时期要提出 设证结合卫证的老人照护服务 运用医院照护资源到临近社区 关心弱势和独居老人 民众非常赞成 认为在社区设立老人照护中心 不只能提供医疗照护 更可以提升长辈的生活品质 我是觉得是可以设一个 就因为这社区都一些老人家 所以就可以设一个 方便给他们使用 卫福部台中医院提出 从健康处禁止预防保健 即兴照护医疗 中期照护 长期照护 安宁缓和照护模式 建立多层次的长照服务 尤其提供专业医疗的日照中心 加上社工协助 让长辈在身心都得到完善照护 那现在我们政府的长照2.0版 就是要大家都用得上 全部都用得上 而且可能就是包括医疗 生活照护还有我们的社福都要一起投入 所以我大概要弥补这个角落 就是说在日间照护上有一些是需要 具有医疗功能的日照 但如何在原乡实施 卫福部常务次长蔡森田也提到 交通是个大问题 但未来长照2.0中 巷弄市长照服务 让在部落就能设立小型的照护中心 而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 卫福部也会强化地区医院 并安排车辆早晚接送建立专属原乡的长照模式 我们当然知道在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医疗资源的分配 不是那么的均衡之下 尤其是原乡 不是那么的均衡之下 当然我们要努力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让比较 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地区医院都可以让它发展起来 那我们也可以辅导它去转型 卫福部强调长者过度依赖长照机构 可能会加剧失能 但是让设政和卫政结合 医疗人员主动到社区关心长辈 不仅减少医疗资源耗费 更让长者学习自我照顾能力 在高龄化社会中打造完善的老人照护体系 记者那么大家给我台北市新百市细致采访报导